魔形異底妹做龍做尾丸 嗨大家好我是曼仕德 今天我們要來幫別人清三機 誒沒錯 正式這盒是朋友買給小孩幫他做組裝 結果組了一點點就丟一邊了 最近過年大清掃又看到了這一盒 小孩也不想理了 所以好樣的就直接丟過來給我善後 想想順便拍一部介紹給大家看看 就是 這一盒 而假面騎士歐子 之前我們組裝過Decade 他的成品真的蠻不錯的 不用上色完成度也很高 把玩起來可動度也很好 分件也是比其他的系列更有誠意 重點真的很耐操 把玩與擺姿勢都會安全很多 所以擺在桌上 在思考想事情的時候 就可以抓過來折一折 說不定就突然有靈感了 簡單的來介紹一下歐子 這個是2010年的假面騎士 主要的使用道具是硬幣 歐子也能靠硬幣來變身不同的功能 今天組裝的這一台是 鷹虎皇的基本形態 配件給的很足喔 除了地台以外 還有手上的爪子 腳步的黃蟲腳 還有斬鐵劍的斬擊特效 通通都一次付給你 目前看來這個系列 真的都非常的有誠意 那我們在開箱前 先來複習一下他的音效 哇在製作前還回味了一下這個音效 但是非常的有感覺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趕緊把他開箱 看看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好的裡面可以看到這一包 應該是他全部組好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組完了 哪些部分好了 欸其實他已經都組得差不多了耶 頭部身體兩隻手都組好了 還有他的全部的手掌 我們一個個來看看 這個湯口其實處理的還蠻不錯的 組裝也是很細心 只要多一點耐心 應該是能夠把作品做完才對 那麼這個頭部是由7片組成 最重要的這個複眼這邊 也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脖子的話可以旋轉 下面也有一些可動的角度 然後身體的部分是由17片組成 最大的特點就是胸口的這個顏色 都是幫你先上色好的 不是貼貼紙的喔 像這種這麼細的紋路 如果要貼貼紙應該會貼到奇效 不過旁邊這個黃色 跟後面這個黃色的條紋 就是用貼紙來補牆 然後腰部的部分 也是還有一些可動的範圍 再來手部也是17片組成的 關節很多 肩膀的部分可以單獨的活動 然後上面這邊可以旋轉 身體這邊也能夠做抬舉 然後手臂的部分就沒什麼問題 可以折一個很大的角度 然後爪子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直接轉過來的 他必須要把他拔起來 然後更換另外一個配件 才能還原爪子的形態 然後替換手的部分 一共有9個手掌可以去做交換 但這種單一表情的頭雕 就是需要這些配件來輔助 才能有更多的肢體表情 這些肯定是非常夠用了 好那麼接下來 還剩下腰部 腿部配件 武器還有地台 我們一起來幫他一一完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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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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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麼這樣本體的部分就完成啦 這隻不愧是比較近期初的 它整體的組裝跟可動的感覺 比前幾隻好很多 而且組裝的手感也是更好 看來後面的假面騎士喜歡的話 都可以買回來組裝把玩了 這個品質真的是不錯 我們接下來把它拿去攝影棚 看看能不能夠還原各種劇中的動作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看完之後我們來做個總結 這次的替換手都很有功能性 除了一般的握拳開掌 還有抓硬幣抓刷球的專屬手掌 腰帶與斬鐵線裡面的硬幣 不要看它小小的 上面的紋路通通都有喔 真的是覺得很厲害 而且硬幣還可以收納在旁邊的盒子 真的是把該有的功能全部做出來了 擺姿勢的時候利用地台的輔助 可以做出很多浮空的動作 加上刀的硬幣特效 真的是讓斬棘變得更加帥氣 這一盒總體來說 CP值真的是非常的高 組裝的時候剛好 然後分件也不錯 可動度也很高 再來是給的特效跟配件都很足 絕對是可以讓你完成很多你想要擺的動作的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啦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按讚 我們現在再見囉 掰掰 非常的注意 追到 按讚 感谢观看